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最近天氣開始慢慢的變冷了 然後大家應該也是 開始找尋一些秋冬的衣服了吧 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五套穿搭 然後我今天給自己設立一個挑戰 就是我要利用一件非常基本的 直筒原色牛仔褲 搭出五套不一樣的穿搭風格 首先第一套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現在我身上穿的這一套 我覺得這一套是比較偏街頭一點的風格 在底層的部分我選用的是 Alitas這一件高領的長袖T恤 然後可以做出一點層次感 然後在中層的部分 我選用的是一件短袖 然後比較寬版一點的白色重磅T恤 營造出比較街頭 然後比較厚實一點的感覺 那在最外層的外套的部分 我選用的是今年Uniquil跟 Andrea Gamas聯名的這件 刷毛的拼接外套 這件外套呢之前我影片就分享過 然後我真的非常喜歡這件外套 它利用四種不一樣的材質 然後同樣的色系 然後去拼接 營造出不一樣的感覺 一件外套我就覺得它的細節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呢這一套的穿搭 我覺得重點會在於這件外套上面 現在來到第二套 第二套的內層呢我一樣選擇的是 Adidas這一件高零的T恤 這一件我覺得是比較偏街頭感一點 在外面我選擇搭配一件比較正式一點的襯衫 營造出一種街頭跟正式混搭的感覺 在外套的部分 為了呼應中間這一件比較正式一點的襯衫 我選擇了Unicool U系列這一件鋪棉雙面外套 作為搭配 那這件Unicool U系列的外套呢 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可以雙面穿 這件外套有一面是比較基本一點的顏色 那另外一面就是比較跳比較亮一點的顏色 那如果你想要偶爾比較特別一點的穿搭 就可以用裡面的這一層來做搭配 所以我覺得這件外套還蠻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然後第三套呢這一套叫做 韓流來襲熱到爆 因為這一套真的非常的溫暖 然後我這一套選擇了是一個同色系的穿搭 在最內層的部分我選擇了這個高齡的聖誕色T恤作為搭地 然後也可以營造出層次感 那如果真的很冷呢 就可以在外層再搭配一點魚翁外套 但因為是整套同色系的穿搭 所以在帽子的部分我選擇是粉紅色短毛毛 然後作為這次穿搭一個亮點 然後總之呢這一套就是非常的溫暖 然後整個同色系聖誕的穿搭 在冬天的也會看起來非常的簡單輕鬆 那第四套穿搭呢我選擇是比較軍工裝一點的搭配 那在外套的部分我選擇這件M51的外套 那這件M51的外套是Rusco的 我去演的影片其實有跟大家分享過這件Rusco的M51外套 它的CP值其實真的非常的高 它價格滿便宜的 然後它裡面呢其實還有一層內層 就是如果天氣比較冷的時候呢 是可以再把內層裝上去 然後以增加這件外套的保暖度 那在中層的部分我選擇一件灰色的長袖T恤 它的顏色其實灰色 但是我覺得它看起來有一種灰綠色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顏色還滿適合用來作為 這種軍工裝風格的搭配 那在內層的部分呢 一樣利用一個高領的T恤 可以營造出一個層次感 在冬天的時候其實我都滿喜歡在 就是T恤裡面搭配一件高領或者是中高領的T恤 可以讓我整體看起來比較有厚實度 然後也可以增加整體穿搭的層次感 那這就是第四套比較鞠躬裝風格的穿搭 OK 我們終於來到了第五套 然後第五套呢 這一套穿搭我覺得是比較偏復古一點 然後我把整個穿搭的重點放在這一件外套上面 這一件Levice的外套呢 是今年七月的時候 Levice搭配就是怪奇物語第三季 發布的時候跟他們聯名的一件外套 然後這件外套我覺得它的細節非常的多 我七月那個時候入手到現在都還穿不到 現在天氣終於比較鑽亮一點 終於有機會可以穿到它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細節 就是它是一個 就是比較復古版型的 一個Levice的牛仔外套 然後它上面呢 就是印了很多怪奇物語的人物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這樣子會 有點太浮掛了 不敢穿出門 但是我覺得在今天比較素一點的穿搭當中 這樣子的外套呢 剛好可以作為一個亮點 然後它的細節真的非常的多 像是這個標籤的部分呢 它是整個倒過來的 如果你有看到怪奇物語的話 你可以知道它們裡面有一個設定 就是立upside down 所以它這個標籤呢 是把它設計撐到過來 就是物語它的劇情的部分 然後加上它的領標的部分 也是也是召喚過來的 那在項鍊的部分 我覺得呢 就是這個EPAE Plus的項鍊 就是比較有銅鬚一點的 然後跟WineTown的 我覺得也是有一個 複向複印的效果 如果follow我IG的人 應該會發現 就是我還蠻常戴這條項鍊的 那如果沒有follow我IG的人 現在就可以去follow下我的IG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同一個褲子 然後五套穿搭的挑戰 那你們是覺得 失敗了還是成功了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但如果你們 對於這樣子 織筒 然後原色牛仔褲 有什麼樣的 穿搭上的想法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在下面結束了 我是威神 我們下次見 掰 你不叫人家追蹤嗎 對對對 忘記了